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绿军没有 因为绿军没有这个能力 你知道为什么 你有没有松一口气了 大家说为绿军 没有能力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就是说因为呢 其实去年的时候 你知道韩国瑜过去17年 他其实在国民党里面 过去的时候也不是什么咖 所以国民党也没人太在乎他 你进场以为 朱立伦一出来就是明日之星 他的大小是大家都在乎的乎 随时以备 随时要用 韩国瑜没有 没有 包含是到去年的时候 后面的时候包含是 也是因为特别挺他的 那个韩天的集团 还出来出了一张照片说 好感动喔 原来2006年红山军的时候 韩国瑜也是副总指挥 然后大家全部傻眼你知道 因为我们现在红山军的时候 我们天天去都认识 然后想到说 对 有看到他坐在旁边过 所以真的没有人去在乎他 所以去年的时候 然后结果呢 为什么要讲这个 现在看到一个脉络 其实讲到说韩国瑜可能有一些 感情上的事情 最早的时候是杜子诚讲的 杜子诚脸书里面不是贴了三点吗 然后还邀请韩国瑜一起到行天宫 前面在官二爷面前救助 然后接着吴子佳又出来 这种道德门槛或什么的 可是这样的东西有一个状况是 第一杜子诚从来过去不认识韩国瑜 杜子诚的人脉跟韩国瑜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吴子佳如果他讲一点民进党的事情 当他的脉络里面还有点道理 吴子佳也从来不认识韩国瑜 吴子佳的脉络也跟韩国瑜 他这17年来完全不在政坛里面脉络无关 而杜子诚跟吴子佳 两个人之间就我所知道的 也没有脉络 可是他们为什么有得到相同的讯息呢 大概就是说刚刚就讲的 突然这件韩国瑜冲出来了 然后民进党那时候还来不及去找他的资料 然后他就当选了 当选之后呢就要选总统了 选总统的时候 来不及找资料 当上总统之后呢 国民党有些人呢 我是想要用韩国瑜讲的 要包容 要爱 要有阳光 所以要帮他做准备吧 他要选总统了 总统去了解一下韩国瑜 所以开始国民党里面 那些韩国瑜讲的那些权贵密室 有些人就开始呢 去想要多了解韩国瑜 但是后面积极起来呢 大概是4月17号那一天 就是有人在我背后开箱之后 出来了五点声明 那五点声明里面 有些人就很火大了 得罪太多国党 对 所以他们就非常积极的是 想要去好好的了解 韩国瑜失落的17年 那这17年呢 他们呢知道一些事情 就放一些故事 然后呢就开始了出来 不过这个故事呢 哥哥跟马英九 当然没关系 就我所知 因为马英九没这个能力 所以不是马英九这个系统 马英九听你这么讲 不知道高兴还是难过 因为马英九没这个能力 所以桓光亭就有讲 是他现在已经是搜集 很多韩国瑜资料的中心 很多人主动把资料丢给他 对 那当然是有个系统在丢嘛 那里面当然是比较核心的就是 你讲半天到底系统是谁 权贵嘛 密室嘛 然后有人力呢 因为这些资料 一定是跟地方派系 能够他有一些系统可以去掌握的 包含李日贵 就是韩国瑜的岳父 在云林里面有没有什么纷扰 其实有去查了 也去掌握了 然后韩国瑜在这个过程中 里面有什么故事 也去查了 他做这件事情是为国民党好 还是为国民党不好 你在摧毁国民党最有能力 拿到政权的人 在同一时间你又保护国民党说 你不要再想要的事情 丑事都不要料料 不如自己先报 因为你要看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6月1号 6月1号 这个是我请人家做的嘛 史上最强的接地基团队 对不对 6月1号 最强 最强的接地基团队嘛 对不对 我们台湾人民对宗教很信仰 所以有博师 然后不管是傅昆琦 严秦彪 张荣卫 都是我们最接地基的团队 他们这些组合有个状况 叫做复仇者 他们最恨的就是马英九那个时代 你们那些密室权贵 那个精英看我们不起 所以他们就结合起来 那对于国民党来讲 他们也要考虑一个问题是 如果真的是这一群人 跟着韩国瑜来复仇了 那不是台湾的问题 国民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恐怕面对史上最强治国的团队 不是只是民进党会比较担忧 会不会韩国瑜接下来要说 海莱坞也要拍复仇者联盟呢 韩国瑜版 对 国民党内很多人真的很担心 这个最接地基的治国团队 可是这样说法会伤到 很多国民党的权贵 因为这些韩粉是遍地开花的 他们现在就开始想 到底是国民党哪一个系统 然后吹火我们最爱的韩国瑜 那我们是知道说 这个消息传来传奇 我是听到一些人在讲 然后呢 有很多时候呢 他们听到就是 反正消息会故意放忙 那听到之后就会讲 然后就会问一下 就是权贵的家人 那有些人的家人会证明说 对 我也已经说了 所以我就说跟马英九没关系 因为马英九第一个没什么家人 第二个周美青不会讲 所以就是有一些家人 很爱讲的那种权贵 现在就是内斗内行的 一个境界了就对 那我帮他们稍微抓了一下 其实刚刚创下 有稍微分析了一下了吗 对 我稍微抓了一下 还有其他各阵营的反应 比如说马系统 亲马英九的系统 其实他们没有在打这个 他们在打孙大千 所以 为什么 所以他们最近一两天的 因为孙大千写了那个 五点点声音 五点点声音 所以他们在打孙大千 还在打 对 他们很专注于他们的 集火 虽然已经跟十四有点脱节 郭台铭刚刚出来说了 他愿意免费帮 出动自己的律师团 来帮韩国瑜打这场官司 他也做一个切割 就立一个防火墙 你可以借我律师团 我律师团很强 这个反应好不好 我觉得不错 因为他还特别加一点 之前吴子佳乱说我的话 立刻来跟我和解 因为我的律师团很厉害 所以韩国瑜 你要不要考虑用我的律师团 所以郭台铭也 满分到 零分到满分 你给郭台铭的切割几分 我觉得大概可以到8.5分 算不错的表现 那马英九没有办法评分就对了 马英九都没办法评分 因为他们有点 搞不得还在继续做他们自己认为 他还在调频 对对 还在做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 就打声纳心这样子 晚间十点 敬请锁定 郑知道了